配合教育部国民以及学前教育署的 国民中小学成绩式英语教学特色学校示范计划 花令县立宜昌国中透过过去三年 将英语和音乐结合 音乐老师以英文来授课 提升学生对英语的兴趣 获得了教育部的赞赏和肯定 2号上午举办了教师公开授课即议课 今年新增体育和童军的课程 吸引了其他学校老师家长来观摩了解 期盼了解如何运用英语 让学生进行跨礼遇和多元文化的学习 体育课 音乐课 童军课 体育课 音乐课 童军课 2日上午为在捷安乡的宜昌国中 活动中新级教室传来的不只是中文 还融合了英语的教学 配合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 国民中小学成绩式英语教学特色学校示范计划 宜昌国中过去三年将英语和音乐做结合 音乐老师以英文授课提升学生对英语的兴趣 效果显著也获得教育部试导教授的赞赏与肯定 老师愿意先打开嘴巴说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控制 一定要教科的内容 不是重点放在教英文 不是每一堂课都变教英文 而是重点放在教学科重点 但是英语怎么样适度的融入 当你碰到有一些比较概念性抽象的东西 我可能用中文来回答 中文来稍微多加解释 所以当学生下课的时候 他就把他带回去了 他就学会了这个字了 而不是回家再去背他 所以你必须在课程当中重复的应用使用 因为体育课是从9月才开始 他才刚把教共背 透过跟英文老师共背 知道英文要怎么上 就怎么样融入 但是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建立这样的信心 试办计划主持人陈锦芬表示 教科内容仍是重点 试图将英文融入在学科 让学生增加与英文的接触机会 也能相对减少额外学习英文的时间 我们看到孩子在这段时间的学习 我们觉得他在除了英语课 给他的一些Greeting的问候语学习之外 那他可以很自然的在各相关科目 同学体育课他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 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上常用的文字语言 无形中他也会增加他的单字片语量 那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让他们不要太多的负担来学习 而且是可以从生活集学集用 这样子的一个英语学习效果 创造个比较好的一个说英语的环境 才能够帮助孩子做更好的英语学习 有没有担心说 会不会我自己讲的标不标准 我用的对不对 我教的是不是 因为毕竟我又不是英文老师 是我想这个的话 学校的安排是很用心的 包含教育部在推行这个计划 他原本就有安排协同的师资 所以我们在备课 然后在不定时的 这个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协助我们去提醒 或者是改正 是不是有更好或是更简单的用法 让孩子更容易吸收 我在学生的身上也看到学生学习当中 也很热在其中 那把这样的情境用在体育课程当中 就是我觉得是学用合一 那老师会引导小朋友 勇于用英语来表达课程的内容 我想这对学生来讲的收获也非常多 以上国中校长表示 9月开始试办体育课以英文来授课 配合2030年迈向双语国家目标 明年也将增加美术课与表演艺术课双语授课 从非考课着手 让学生从日常累积专业单字片语字库 达到极学极用的英语学习 学校也栽培老师进行双语培训 期盼帮助其他老师共同备课 记者讲帮演及安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하겠습니다